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很久沒見,大家很少聽我開麥克風,對吧? 不過大家不要緊 今天開始我會重出江湖 開麥克風,說一些八卦娛樂事件 關於香港 重新再出發 不如說說這次我想說的題目 近來都很熱的 就是大戰ViuTV 認真日記大戰大叔的愛 根據報導 基本上大叔的愛 是修時沒那麼高 比起認真日記 比起TVB 口碑大叔的愛 比認真日記好很多 有報導說 無線劇認真日記 雖然有為英雄和王浩信作惡陣 但收視未如理想 但是呢 ViuTV的大叔的愛 再創新高 平均收視有6.9 原來呢 原來呢 認真日記 我看看資料呢 它呢 只有17.5 平均收視 喂 說真的 TVB拍這些劇 雖然我都看過少少認真日記 它裏面的內容 是創新 還有 都 以前沒試過拍的 OK的 還有加上有一些 就是 喂英雄 王浩信 這樣 這樣 其實呢 如果 它同期不是有大叔的愛呢 就 可能 真的沒有什麼對手 但是呢 我又看回大叔的愛呢 原來大叔的愛的內容都很創新的 是不是它說平均 和同志的戀愛 還有加上很多幽默感的內容裏面呢 喂 其實現在呢 這樣的題目呢 在香港都很普遍的了 說得 所以呢 有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支持到ViuTV啦 還有說真的 你這樣的題目 在TVB 是不是又可以播到呢 是不是 大家都是電視台 大家都是拍這個 港劇 是不是 但是 如果TVB 可以繼續沿用自己一些 譬如 偵探 警匪片 愛情片 都是這樣的模式 其實很難吸引到觀眾的 雖然現在已經換了曾志偉和黃祖南 但是呢 基本上他們的拍劇內容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大叔的愛呢 基本上在現在這一刻 突圍而出呢 真的是奇 因為呢 因為呢 他講平權運動和說這個 同性戀呢 是比較創新的 這個話題 雖然這個話題 在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很特別 很禁言的一個題目 但是基本上呢 他可以說 在這個電視劇裡面 真的比較創新 在香港來說 OK 所以呢 所以呢 TVB呢 我看回內容呢 他呢 就 有一個變革了 就說呢 由這個 接下來他就會這樣的 他將說劇的內容呢 就會刪減 這樣就播了綜藝節目多 因為呢 聽聞呢 他就不太滿意那個 營精日記的收視 但是呢 其實他自己人打自己人 就更加荒謬的 因為呢 寶寶大國天呢 有22點 但是營精日記呢 17.5 那基本上呢 很明顯 投資方面 TVB呢 是投資 營精日記多一點 那 寶寶大國天是一些 寫實啊 他不會再有劇去代替他 他就會由其他綜藝節目去代替他 所以他就會 綜藝方面他就會由聖母者 因為他都收視下跌了 去到10.3 所以他覺得 買賣貨物原來是比跳舞更加大 打入市場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會 改價 然後 連小燈也有 基本上我都看了 有些很好笑 他說 形跡日記得是15.5 基本上跟沒有人看 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是高登仔說的 但是也有網民就說 其實現在反 TVB 雖然說真的有少許改革 無論是劇目和中藝方面 但是基本上 因為已經被 MiuTV那些 打亂了陣腳 人家MiuTV 也有Mirror 現在又接拍無限的廣告 基本上他還有拍劇 其實《大叔的愛》之後 之前看過幾個影片 我都覺得OK 他們的題目都非常生榮 所以我也希望 TVB可以鎮定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當然不希望 TVB倒閉 只有ViuTV一個台 其實對於觀眾也是一個損失 就算TVB 現在就算那個 即是無論在製作方面 或者吸引大眾的能力方面 是減弱了很多 但我也希望它能夠振作 起碼有兩個台 去到 即是 Cable那個 即是開電視 真的不要說 即是 其實Cable我只是告訴你 我會看什麼詞曲 我只會看這個 空間大改造 基本上我也不看其他 基本上我就說到這樣 下一段影片我們再說其他娛樂八卦的東西 就這樣 再會 square 上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